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华人开公司当老板 都要给员工提供健康保险福利 至于到底有哪些政策 是雇主应该要了解的地方 在今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就请到了华新保险总裁张国新 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解说 如果说你是做公司老板的人的话 赶快把握住这个好机会 那不要等到2014年 从2010年11年就开始陆续实施了 也就是今天你帮员工买了保险 假设一个人保险费是100块钱 然后让员工付了50% 你自己帮员工付了50% 到年底的时候 你又从政府拿了35%的Test Credit回来 所以说你实际上面 从你口袋支出的只有15% 员工付了50% 政府给你35% 你自己付了15% 这么好的东西 可以照顾你全公司员工的健康保险 健康福利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只要付少许的钱 就能提供这个福利的话 请所有的老板尽快把握住机会 看问题找答案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导将在本周六晚间 为您播出华星保险提供的 个人健康保险深入报导 敬请锁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